秋季版例好养生 我们教您如何挑 秋老虎发威 空调风扇齐上阵 专家教您如何挑选 如何洗 办公室可不可以吃东西吗 不是 我来经理 他买的他买的我又没吃 咋了呀 经理 你想中午食堂那个油水又少 刚刚吃了没好久我就饿了呀 百里好好吃 你来两口 哪要你 我减肥 给我可惜了 你不晓得这是个好东西啊 秋天吃最好 特别是男人吃了 又不胜 来来来来来 不胜了 我可不需要 对头经理 你确实需要 不胜价品好得很 我咋需要呢 我胜好得很 身体穿实得很 样高得很 经理 百里 我这儿看中医 中医专门喊我这个季节多吃了百里 我还说正好你现在买了就可以 哎呀呀呀 我再去买一包 走走走走 秋季天气干燥 要多吃生精润肺的食物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板栗 板栗是一种补养治病的保养品 是我国的特产 素有千果之王的美誉 在国外它还被称为人参果 这个板栗呢 是秋季生产的一种山品 那它呢 生产于大自然 所以它这个板栗呢 它有非常多的好处 可以健脾 还可以补肾 我们唐代的大医学家孙思淼就说 利者 肾之果也 所以呢 这个板栗呢 有补肾 健脾的作用 板栗这么好 能不能多吃呢 这板栗呢 虽然好吃 但是呢 也不能吃多了 它因为它的膳食纤维比较多 吃了以后呢 它的淀粉含量也比较多 容易胀气 所以呢 对于脾胃不太好的 消化功能不太健全的人呢 建议不要吃太多了 专家提醒 食用禁忌 板栗脾胃虚弱 消化不良者不宜多食 新鲜板栗容易变质 霉烂 吃了发霉的板栗会中毒 糖尿病人要计时 秋季食用板栗好处多 那么 板栗该如何挑选呢 我们教你小窍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青阳男士 含薄荷 人参 茶树精华 有效去泄 让我尽爽无泄 新青阳男士 全天尽爽感受 无泄可击 脸上布满皱纹的酿酒师 双手却依然细嫩 因为每天接触的天然酵母 就是PTERRA被发现的起源 每一瓶的神仙水就是满满的PTERRA 缓发你的晶莹剔透 新避浪洗衣液正能去玩字 洗十次不褪色 我来实验室请教专家 避浪轻松溶解污脂 同时锁住色彩 洗十次也像新的 避浪亮节如新 甘情优先眼 真的两全其媚 每天我都无忧无虑 你觉是选对方法 让烦恼一去不回 去蟹也要选对方法 海菲斯每周每月每年持久去蟹 去蟹实力派 当然海菲斯 声音不对 有些脏东西藏得很深 不去掉 后果很严重 齿缝也是 中华桌校背后 深层清洁威力 深入齿缝 漱口水心 有效减少细菌 深层清洁 桌校背后 直达齿缝 蜡枝卷头 真的是我最爱之中的鸡眼 白色受伤 多芬在探 手法扰水 一处难忘 多芬 至爱三年 无惧损伤 想你所爱 现在 你有更多更多的时间 和孩子一起玩 因为新奥妙去资三百块 给你更多时间 和孩子玩得够 现在买奥妙 就送亲子沙滩玩具 立起来玩吧 爱妻爱美丽 您现在收看的是 四川电视台第七频道 您真的会挑栗子吗 我不会挑 分不出来 看不出来 不是不太懂 您是不是也会碰到这种情况 外观挺好 打开却是坏的栗子 里头有厨子 或者里头就黑了就不能吃了 来着有油就扔了就没得了 里边坏的少的就算好的 别着急啊 您是不是也经常买栗子时候抓虾 只有买一次尝了才知道买不买这家的栗子 人家那家 谁要卖 哪家要卖栗子吧 人家写着怀柔本例 所以就买点吃 咱也咱也没咱也不见 咱也不知道 吃着好吃就多买几回 不好吃就购买了 别担心教您挑栗子的小窍门 一眼分出最好吃的栗子 好甜啊 记者分别在几个小摊取样 带着他们 咱们的小雪就来到了 这位于北京东北部淮柔区的 京郊板栗第一村 这儿的栗子香 这儿的栗子馋人 这儿的栗子最香甜 而这位就是咱们栗子方面的专家王师傅 这就是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怎么觉得它都这么小呢 这个我们讲的那种原生的栗子 哎哟 原来呀这怀柔的栗子好不好吃 跟水土天气有关系 但是更跟品种有关系 而这栗子当然有特征了 咱们就给您总结一下 栗子挑选敲门一呢 就是不要迷信大栗子 小栗子一样好吃哦 因为这个大栗子啊 只不过是因为炒起来废火 所以呢卖的价格比较高 但是啊今天您也看见了 很多原生栗子呢都是小栗子 一样非常香甜哦 而这种栗子别看个头这么大 它是菜栗子不甜 这种栗子一般都会被划上一刀再炒 让糖都浸到栗子肉里 可是仍然是不面不软不好吃 您可千万瞧嘴咯 栗子挑选敲门二呢 就是栗子一定要挑 比较饱满的 这种果呢 就给人看的好像就是 圆骨骨 圆骨骨的比较饱满 你要比较别的那个呢 第一是那个品种不好 另外呢它可能程度不够 记住啊扁扁平平的那种 可绝对不好吃哦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说那个 跟那个小孩的期待吃的那个 那个大人的年纪 年纪的部分 它比较小 这个比较大 这一些好多价格品种 就比较大 对 栗子底下这面要小 您看这个 底面都很大 就没有咱们底面小的这种甜 这种面 栗子挑选挑门 现在就是这个栗子肉啊 一定要挑颜色是金黄均匀的 好红的这个颜色 绝对不会在栗子外表啊 有一层这个黑黑的圆圈 有黑圈的栗子呢 都是放沉了的 或者是不新鲜的了 这不是整颗金黄的 完全没有黑边 还真的是刚才那样说的啊 整个都是浅色的金黄色 周围不会有那种 时间过长的黑边 而像我们今天 而像我们今天早上买这个呢 刚才已经说了 它放的时间比较长了 这回刻开一下看看 是不是周围就有这个黑边 稍后带您看一看 这六百年的村子留下的炒栗子方法 学一学这最好吃的栗子原产地 最简便的家庭炒栗子方法 咱们如果家里边没有这种锅 就那种垫饼铛 垫饼铛 还有一招 避免吃到坏栗子的窍门 从外表就可以开出 从外表看上来 让您告别吃到坏栗子的扫兴 马上带来 您在这儿有没有这个 非常正宗地道的糖炒栗子呀 就这就这 赶紧去就这 哪儿 那边那家是吗 对对对对 是咱们这儿 是咱们当地的一种做法 传统的是吧 这是对 那行我往那走就行了 还真是写的正宗糖炒栗子 咱们在那个市区里面 是见过不少说 这个怀柔的正宗糖炒栗子 但是跟这儿的 到底一不一样呢 我们过去看一下啊 我是来采访一下这个栗子 这里边是糖炒栗子吗 哇 还真是 好甜啊 那面面的 觉得这个栗子肉 特别特别的细腻 真的这栗子完全不需要放任何糖 就非常非常非常甜了 哎呦 您看这地道的怀柔栗子 真是够诱人的 黄痠痠 软绵绵 又香又甜 一包皮 哗啦一下就掉下来了 一丁点都不护皮 而且个个香甜绵软 没有一个坏的 而怎么观众可反应了 大部分看不出来 里头有厨子 没得了有油就扔了 就没得了 里边坏的少的 就算好的 外面买糖炒栗子 经常有一扒开是坏栗子的情况 这可怎么办呢 这买到这个栗子 可是真扫兴啊 哦 这种栗子呀 对啊 这个 你买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 因为那个手就是 它坏的栗子 跟好的栗子那颜色 还是有区别的 从外表就可以看出 它里边是坏的 你看我那栗子是 那个鲜亮鲜亮的那种颜色 对 然后你看这个颜色 它就是有点发暗 哎 是果然哎 而且上面有一棱一棱的 哎 我觉得这 说真的你仔细看一下 这个坏的栗子的颜色 有点像真子 一招挑出坏栗子的小窍门 看皮的颜色 您看 像这种外表像真子似的 有一道一道深色花纹的栗子 那就是坏的栗子了 按照窍门实验一下 一个 两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个个都准确 窍门还不错吧 哦 这个伯利啊 能是是个好东西 但是脾胃不好的人不能多吃 我记得了 哎 我回家要给你们姐夫说一下 他常胃就不好 怪不得他经常吃了伯利 那我带了一个好多这个杏鲍菇 哦 好东西哦 就是就是 我一个单身伙在屋头又来得开自火 吃又吃不 想到饭坏了就可惜 我明天给你拿着来 回去炒肉 啥子的事啊 哎呀 小伯弟弟 你又给我东西了 我就不好意思了 不过这个杏鲍这个东西 我倒是没弄过 咋个弄才好吃呢 我倒是要回去研究一下 哎 这个还研究啥子嘛 你回去看这个快乐生活 乔乖家 今天这个棒棒哥 又给大家带来这个小炒性宝菇 棒棒娃教你小炒性宝菇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一只香烟的黑色旅行 它将69种致癌物质带入体内 85%的肺癌 以吸烟引起 致使心脏病发病率提高4倍 二手烟致使关心病发病率 增加近百分之三十 吸烟者平均寿命 较不吸烟者减少十年 珍爱生命 早日解烟 杨兰姐 都准备好了 好 牙齐出血了 试试新高路节360灼酵护盈 它能减少牙齐线周围的细菌 牙齐出血和红肿 三周起效 看 没血吧 新高路节360灼酵护盈 必胜客全新工作日特惠午餐 18款主食选择 搭配新鲜沙拉 配汤或饮料 三道美食 丰富组合随心配 哇 每人才29元 美梦成真 华美紫心暑期师生特惠8.8折 美丽热线6298 8888 我可以把大象举起来 雅培知乎100 更有POF 高效吸收配方 宝宝机智又健康 看 真是个机智的小淘气 雅培知乎100宝宝 是机智 不是淘气哦 十二块钱啊 料一定要足 生菜要够新鲜 再多加一块肉呗 只要十二元 在肯德基就能尝到 两块喷香四溢的烤肉 搭配新鲜生菜的 香嫩双层烤肉堡 现已加入豪华午餐 汤城备剑 汇聚全球营养 从新西兰乳清蛋白 到法国胶原蛋白 从巴西绿峰椒 到挪梅鱼油 取自全球 健康全家 汤城备剑 爱妻爱美丽 您现在收看的是 四川电视台 第七频道 健康美食由福林门家乡味菜籽油赞助播出 福林门家乡味菜籽油 家乡味香道家 可口的菜品是天天品 美味的菜品是天天学 今天宝宝玩来到了 位于天徽镇的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山庄 叫做洪圣山庄 说这里的美食啊 营阳 美味 可口 而且花心很好 那我就专门来到这儿 请到这儿的年轻的大厨李师傅 给大家带来一道健康的美食 李师傅你好 你好 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观众朋友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好的美食 今天带来的是小炒醒爆菇 你看这道菜配料有 这个叫里脊肉 这个叫杏爆菇 还有这个青红椒条子 所以您在家做这道健康美食的时候 记住这几样食材首先得配齐了 好 那咱们这儿现在是配齐了 就开始动手制作了 这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食材是准备齐了 现在开火倒油 咱们加入的是伯利门家乡味菜籽油 您看看我倒多少比较合适啊 一二三走 李师傅呢咱们加了这么多油 第一步应该是先放哪样食材呢 大概把油勺子洗成油洗成热的时候 然后把它下锅 剥它油 把这个菌类先过下油 对 这个菌类我们常说 你不管是做菜也罢 是烫火锅也罢 这个菌类一定要把它弄熟了 因为菌类它本来是好东西 你不做熟了以后 吃了它是要做毒的 过下油 其实就是油庆杂一下 对对对 专业 然后差不多快要熟的时候 再把里脊肉 这个里脊肉放进锅里 记住李师傅说了 这个菌类差不多快熟的时候 再放入这个里脊肉 这么一块翻炒 也就是这个味当中呢是 这个菌类里头有一点肉味 肉味里头呢 又加入这个很清新的菌类的味道 有这个标用吧 对差不多吧 差不多 就是把油再沥出去 把锅好油的杏鲍菇和里脊肉 放入绿勺之后 在剩下的油里加入姜蒜片 葱段 放在锅里爆香 然后再加入蚝油 注意要用小火油 其实咱们这个川菜啊 它也在不断的更新 不断的改良 也不是咱们都一味的认为 哦啥啥嘛 就是麻辣麻辣 现在咱们也讲一种 清淡清爽可口 营养美味 所以咱们川菜 能走遍天下 料炒好以后 再把绿好油的杏鲍菇和里脊肉 倒入锅中一起翻炒 我们加入什么调料 我们看看你师傅 加点基本的底味 加点基本的底味 加点白糖 白糖 鸡精 盐就不要了 哦 盐不要了 因为奶里面有那个咸味 咱们健康美食 那就不主张吃这个 菜味道大的 就是要清淡清爽 消清清 加点少许的石油 哦 齿油要加一点 这是提鲜的 哦 再来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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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点水就可以了 对 清淡点水 那这道菜勾芡吗 这个 这道菜就不用勾芡 哦 这道菜是不用勾芡的了 好了 现在就完成了 就关火了 您看看这道 小炒杏鲍菇呢 就已经做好了 这是吧 这道菜呢 给大家透露一下 事先我在洪盛山庄 已经品尝了 哎呀 吃到这个杏鲍菇的时候 哎 它比较有弹性 干脆是要走 哎 我们再次要谢谢我们 洪盛山庄 年轻的这个大厨 李师傅 帮我们带来这个小炒杏鲍菇 谢谢 好 当然还有好的消息 要告诉我们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地道四方菜社区出一大赛 现在已经如火如多地 再进行了 哎呀 很多的观众都踊跃报名 啊 在这个舞台上进展身手 当然了 又不少的美味可口的佳 也献给了大家 今儿呢 还有没报名的朋友 心里就着急了 哎呀 我这没报 是不是来不及了 别急 还来得及 赶紧拨打报名电话 哎 您可以来参加 把您的这个 地道的四方菜啊 拿手的健康美食啊 成理成菜谱 另外做好的菜品 哎 像这么美观的 哎 拿张照上相片出来 通过这个 哎 短信的方式 发送给我们 一旦被采纳了 您将得到的是 福利门家乡味菜籽有基础 每天只有三位名额 哎 所以一定要抓紧机会 当然了 您的菜品一旦 被我们栏目采纳了 哎 专家也认可了 评委也觉得很好 您就可以优先了 来到我们 地道四方菜社区 初一大赛当中来 还有更多精美的大奖 在等着你 绝不是瞎说啊 真是大奖 我们再次要感谢 红盛山庄的大厨 李师傅我们带来健康的美食 同时我们还要感谢的是 福利门家乡味菜籽有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健康美食天天有 所以明天 你还得看 你有我有 全都有我 回礼你过来哈 经理 这茶子尽管分不付 上次交代的事情做得怎么样了 你说的是给设计这个国家老人 称婆婆买风菜的事情玩 对啊 哎呀 经理 你必须得这个事情把我回去交差了 第一个小时 你们俩做不好 搞去啥子名堂 是老活得很 哎呀 不是 好事把它解决了这个事情 哎呀 经理 我们不是买的知情里的员工 是这样子的 我也是这拍买风菜才晓得 原来这个风菜啊 有好多品种哦 啥子壁挂式 啥子买的菜也是 啥子香茄式裸地式 哎呀 而且这个价差也大得很 我就不该乱买的嘛 哎呀 领导 不是的 这个称婆婆年纪这么大了 又没的人照顾她 这个风菜外衣没有学好 出点啥子事 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啊 好心败了坏事 那就不好咯 哦 这样子的咯 哦 你们做事还多精神呢 嗯 要不这样子嘛 这个事先课一下咯 我们给比赛来一个电器专家 我先问一下咯 这个电器上如何清晰 我把这些问清楚 我们下半期趁不过屋头的时候 把这些知识全部给她说一道 搞 诶 对的呀 经理 你是上过我们的灯塔 你还是我们的哆嗦 你呀 只要一直这个方向 我们马上行动 这还差不多 广告之后 专家教你风扇如何挑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如果您的厨艺精湛 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如果您的刀法独特 见过的人都佩服不已 如果您的独家菜谱 还藏在深规 那就来到家庭厨艺大赛吧 秀出您的私房菜 快乐生活桥管家 携手扶您门家乡喂菜籽油 共同举办地道私房菜厨艺大赛 网络全程厨艺达人 为大家带来 美食美味的感官诱惑 原汁原味的美味传奇 食场厨艺熬战 敬竹时辰 行动不如行动 万元奖金等你来拿 报名条件 年满25至60岁 热爱厨艺热爱烹饪的成都市民 为专业厨师均可报名参加 报名热线028-8553-2001 你给我阳光 200千阳光 200千阳光 健康都给你 美之缘古力城 喝得到的阳光健康 声音不对 有些脏东西藏得很深 不去掉 后果很严重 齿缝也是 中华桌校背户 深层清洁威力 深入齿缝 梳口水心 有效减少细菌 深层清洁 桌校背户 直达齿缝 分达 分达梦想王国 玩乐消失了 好想玩啊 嘿 做分达拯救玩乐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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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 统一绿茶 骑行活动 8月17日 国色天香乐园 等你来 孩子大便干 小便黄 三公仔小儿 七星茶 口舌生疮 睡不香 三公仔小儿 七星茶 这都是儿童上火 儿童上火 就用三公仔小儿 七星茶 三公仔小儿 雪碧 释放你的夏日 童心凉 心飞扬 想要在一起 哪有那么容易 肯德基超纸小时组 汇聚多款美味小时 还有全新知识黄金奖 只要十元旗 通通在一起了 爱妻爱美丽 您现在收看的是 四川电视台第七频道 虽然已经历秋了 但是秋老虎依然肆虐 现在市面上有卖空调 风扇和空调扇等 通过之前的节目和实验呢 也证明了 只有空调的降能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风扇哦 我们今天的节目 还是请到了 来自四川省质量监督局的王老师 跟他一起了解一下 风扇的保养清洗和挑选 在教大家如何挑选风扇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空调的挑选和保养的小窍门吧 空调挑选小窍门 确认国家认证的3C标识 根据自家实际情况 选择能耗等级 同属一线品牌 批数值相同的情况下 选择价位较低者 专家特别提醒 安装时空调上方和左右侧 至少留够25公分的空间 以保证空调的制冷效果 我们再来看看空调的保养 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空调保养要注意 空调滤网最好一个月清洗一次 滤网一般用清水清洗晾干后放回 如果滤网有油 可用洗涤剂清洗 专家提醒您都记下来了吗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挑选风扇的时候 您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首先作为用户挑选风扇的时候 要先看那个产品 有没有硅价三水认证表示 同类通过硅价三水认证 其次才从性能上 考虑它结论与不结论 结论表示 能销表示有三种 三级以上的才能上市消息 那么选择结论的 只能是达到二级以上的 二级和一级才属于结论的 那像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话 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选择这个空调 比如有老人有小孩的 为了从安全角度出发 尽量选高一点的螺丝 那个螺丝 或者这个笔刮式的 这种空调 那种红扇要好一些 避免小孩和老人 随便去摸到他的活动部分 造成对身体的疾借伤伤 王老师说 挑选风扇要先看两点 第一 国家认证的3C标识 第二 根据自己的情况 选择能耗等级 接下来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一类电源 二类电源 您是不是有点迷糊呀 到底什么是一类电源 什么是二类电源呢 我们看一看嘛 二类电源 它就是用的这种 不管空调 空调散 空散 它都有一类和二类那种区分 像这种只有两空的那种叉择 只有火线零线的 它就属于二类电源 二类电源 它整个机器使用的绝缘 就是用的加强绝缘 就是绝缘性能 相对一类要高一些 好一点 那种也是一类的 我们找一找 看 这种叉择看 这种也是二类 两个插孔 对 也是两个插孔 我们要找的是三个孔的 对 要找一个一类的 这 这个 好的 你看 这个它就属于一类设备 一类设备它就是除了这个 破线和零线之以外 它多一个保护阶底 但是它的绝缘性能就要低一些 它是用的基本绝缘 国家标准要求基本绝缘 就能给狗了 就是一类设备 哦 原来二类电源 是只有两孔的插座 两孔的插座安全性能较高 大家在选购的时候 也要注意哦 现在呀终于可以 把优质风扇包回家了 那么你知道 风扇也是需要 保养和清洗的吗 那像风扇怎么保养 风扇就只清理嘛 只需要怎么清理的嘛 就拆下来仔细嘛 就直接处理就清理 哎呦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我 就是 就是 还那个装修师傅过来 帮忙 自己不会动手清洗是不是 嗯 风扇怎么保养 也不知道 经过市场调查呀 我们发现大部分的人 都不知道风扇还需要保养 那么现在就请风扇专家告诉你 风扇该如何保养呢 嗯 红扇的保养 比其他家人一些 艰难的多 因为它的活动部分上 不外乎就像那个 三叶的枣子 这个如果 平时注意观察 回程就多了 就擦一擦 把它拆下来 擦一擦可以 如果拆下来清洗一下 都行 还有三叶要擦一下 嗯 另外一个最主要的 就是一个 电机后面 电动机后面的那个 铜鞋 因为这个一般 很运进灰 很容易吸灰 因为它里面又发热了 就容易进灰 那么就把它拆下来 平时就直接擦一擦就可以了 如果机身多了 就要把那个拆下来 把它清除掉 保证它那个铜鞋 改一个罩子 其实在家里面 就这个罩子 好 家头不能改罩子 你改了它又发热 它的热又散不掉 不能改罩子 你改罩子它 散热更不好 就是平时看到 一会灰尘了 就把它擦一擦 但是都要短了点去擦 不要带点 那可不可以把它 再放在箱子里面呢 因为买的时候 都有一个支箱嘛 可以啊 你不用就是可以把它 撤下来像原来一样 保住箱子 经过专家的讲解 您知道风扇如何清洗了吗 还不够清楚 那我们来看看 专家现场演示吧 清洗红扇首先 在清洗以前 要把那个电源拔掉 不要带点操作 好 然后第一步 对 那个红枣 有那个很确定能够 在不取这个情况下 能够擦掉就擦掉 哦 如果里面确实太脏了 要取掉这个枣子 比如像里面 可以得要取掉枣子的 那么就先取掉枣子 就能够改造 就是把那个固定 改造的那个枯 那个塑料枯 给它松掉 哦 其实也很方便 非常方便 我觉得 那像这个风扇 大约多久清洗一次哦 嗯 红扇没这个好久 反正你看到比较脏了 觉得有影响那个红地设 哦 对 就怕那个这个枫叶 弄上一层灰 然后出来的枫叶也不干净 对对对 好 把红的那个斜下来 斜下来 嗯 上面灰尘多地 把它 擦一擦 擦一擦 那这个枫叶还需要卸吗 那枫叶上面 如果有点 也要擦掉 还有最后 枫叶背面的这个枣子 仍然有这个 灰尘 那么就要把这个去掉 去掉把那个山叶推出来 哦 推出来 可以清洗一下 对了 山叶取出来 把山叶清洁干净 就再擦洗一下 把这个后面的 也擦洗 如果它确实太脏了 又有 然后需要用水洗 那么这个枫叶也可以取出来 最后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一个点击 后面那个散热孔 散热孔 对 容易造灰尘 嗯 无阻 无阻的话 就操作点击过分化热 有些时候 还有引起火灾的危险 那么主要就要清洗这个 那个散热孔 先要扯掉这个 螺丝 扯掉这个 这个是摇头 摇头开关 用的这个热孔 扯掉过后 然后再把那个螺丝 那个枣子后面的固定 固定 固定的扯掉 其实拆这个也挺方便 很简单 对 非常方便 自己在家都可以清洗的这个 扯掉过后 看 这个枣子就拿出来了 一般它那个点击花热 非常容易吸尘 所以这个上面就容易堵进 但是像这些地方 那肯定也会有过程 是不是就用干麻布擦一擦就可以了 只能用干麻布擦这个 不能用湿里去擦 因为这个里面 会出电 都会带点的 所以去进这个水没干的时候 有些时候擦了就同点的话 用一炒成把那个点击烧掉 好 逐一擦洗完毕之后 按照之前的步骤 再把风扇安装还原就可以了 专家特别提醒大家 清洗风扇之前 拔掉电源 不要带电操作 风扇背后的散热孔 要注意清洗灰尘 以免堵塞 引起火灾 擦洗电机 只能使用干麻布 以免触电 经过两期节目 专家王老师教给了大家 如何选购空调、风扇和空调扇 还教会了大家如何保养与清洗 相信大家以后 一定可以凉爽一下 就算是遇到秋老虎 也不用害怕咯 说话 慧姐,你坐哪儿去了 我去买了牙膏和卷子 我木头这东西用得好快 我给谁差不多买 你不是有了要去打球的吗 咋够 衣服也不换 秋海都不穿呢 哎呀,你不晓得 本来是有了的 我把我这个秋海翻出来一看 白色里头 真的解释不行了 哎呀,不好意思 穿水见人 只有人了 好大回事 这个秋海长老要清晰接着很嘛 对付长老的白秋海啊 你们回去只有秒招 巧妙还原白色球鞋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防止老年慢性病 需要合理膳食 更需要互助看护 需要适量运动 更需要亲密陪伴 需要定期检查 更需要专业指导 每日一万步 自动两平衡 健康一辈子 关爱老人 共防慢病 护书宝粉色棉柔 创新的柔柔棉杆表层 一秒顺息 棉柔挑战零反胜 就是这么绝境 新中护书宝粉色棉柔 新冰浪洗衣液 正能去完字 洗十次不褪色 我来实验室请教专家 冰浪轻松溶解物质 同时锁住色彩 洗十次也像新的 冰浪亮节如新 甘情有鲜眼 真的两全其媚 声音不对 有些脏东西藏得很深 不去掉 后果很严重 齿缝也是 中华桌效背护 深层清洁威力 深入齿缝 疏口水心 有效减少细菌 深层清洁 桌效背护 直达齿缝 每天我都无忧无虑 秘诀是选对方法 让烦恼一去不回 去蟹也要选对方法 海菲丝 每周每月每年持久去蟹 去蟹实力派 当然海菲丝 现在你有更多更多的时间 和孩子一起玩 因为新奥妙去资三百块 给你更多时间 和孩子玩得够 现在买奥妙 就送亲子沙滩玩具 立即来玩吧 爱妻爱美丽 您现在收看的是 四川电视台第七频道 魔法还原之白色系列 要说这白鞋 可是让人显得又干净又清爽 只可惜 白色的鞋 穿穿 就容易变脏 变黄 变旧 变得怎么穿 怎么觉得别扭 自己在家刷吧 那可真是费劲了 拿出去刷吧 人家光给您洗洗表面 就得收您二十 多不值当呀 不光是鞋 咱家的白包 白沙发 白皮衣 都有这样的问题 今天呀 热情观众吴女士 就为您带来一个 神奇的小窍门 看见这两个小瓶子了吗 一个是红色的 一个是蓝色的 这就是还原一切白色的法宝 红色的这瓶 是用来解决白色皮质物品的 例如白色包上 这些明显的印记 皮质球鞋上 这些难看的污渍 而这瓶蓝色的绒液 则是针对 这类帆布鞋 越洗越黄的问题 不过您说了 这一红一蓝 两种绒液跟白色 一点也不挨着呀 怎么可能还原白色呢 咱们先来看看 效果怎么样 你看 这个白的皮包 这也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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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会儿 都变白了 虽然包本身不算太脏 但是白色的皮包 总是显得污渍特别明显 下面 我们就用红色的液体 来擦拭皮包 您瞧 经过擦拭 这些脏东西 一下子就没有了 而且包的颜色 也白净了许多 我们再来看看整体的效果 是不是和新买的一样呢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对皮质球鞋进行清洗 果然 效果非常明显 要想白色皮质物体还原 我们还需要一种白色的物体 您一定也猜到了 这就是牛奶 这个红色的就是我们家常用的 红花油 用它用两份 用它用一份把它对起来 就是我们的窍门 想窍门 将牛奶和红花油 用2比1的比例搅拌均匀后 多次擦拭脏的地方 你会发现 有些粉红色的印记 不用担心 擦拭干净之后 用餐巾纸轻轻一擦 就焕然一新了 可是这红花油 咱平时是用来治疗 跌打损伤的 为什么用来清洗 效果也这么好呢 我们第一时间 拨通了中国皮革大师 贾润泽老师的电话 给红花油里的个人牛奶 利用的不是药体作用 实际上是利用的 红花油当中的油的成分 和牛奶的肠的成分 那油脂当然它有作用 牛奶它是肯定 在皮革在这个表面 体能渗到以后 它本身它也是 红白的作用 其实皮革产品 和人体的皮肤大致相同 牛奶中的蛋白质 使所需要清洗的物品 达到美白的作用 而红花油中的油脂成分 使皮质的物体 显得更加光泽 解决了红色的溶液 那这蓝色的溶液 又该怎么使用呢 这两双鞋都是帆布的白鞋 但是为什么这个变黄了呢 就是洗完了以后晒的 洗完了晒洗完了晒 晒就变成这个颜色 怎么才能够不变这个颜色呢 变成白的呢 就是你洗完了以后 放在水里头 滴几滴蓝墨水 泡十分钟就醒了 从人的视觉上说 实际上是 蓝墨水的这个蓝光啊 它确实有一种 中白的作用 反其道而行系列之 T恤不变形的小窍门 T恤洗过之后 很容易变宽变短 都该怎么办呢 看这画面中的 几种晾晒衣服的方法 您家是用哪种方法晾晒衣服的呢 这和T恤的变形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好 夏天我们都喜欢穿T恤 但是T恤洗过之后 就很容易变形 其实这跟我们晾晒衣服不当 是有关系的 看来这T恤变形 还真和我们晾晒的方法有关系 那我们再来看看 画面中的三种晾晒方法 第一种 竖着晾晒 这是我们常用的方法 是对还是错呢 第二种 倒着晾晒 和第三种 横着晾晒 都是我们不常用的方法 那到底是哪种方法 能避免衣服变形呢 其实这个方法很简单 把领口朝下 倒过来晒 这样就不容易变形了 把T恤的领口朝下 下摆朝上挂着晾晒 在这提醒大家注意一点 晾晒时最好把衣服 反过来晾晒 一里朝阳 一表朝里 这样可以防止衣服退色 然后把T恤像这样 拉一拉 就可以避免它变形了 哎呀真的呀真的呀 恭喜恭喜哈 大龙一高兴 要得要得 我肯定来 马上就来哈 马上来马上来 哎呀经理 啥子事情那么高兴哦 哎呀你笑得跟一朵 盛放的红烧花一样 哎呀不是什么 哎呀啥子红烧花哦 不是不是不是 是啥子呢 不要说不要说 我跟你说我高兴得很 哎呀你不晓得我们那个毛肝朋友 他们老婆上那个大胖娃儿 不是胖腐腐的以后他们是一模一样的 乖得很 听说是乖得很好 肯定乖 我猜得到 哎呀 哎呀哪位你那么高兴 实际里你看你的毛肝朋友 都送娃娃了 你现在还 你表哥是老来得知 啥子老来得知 我年轻得很嘛 哎呀对对对对 哎呀花姐 你不觉得我妈经理年轻有位帅气大方舟 我看啊这种事不用那么急 你看啊我这种单身份 自由自在的八时代很 好好好不要鬼扯了 哎呀跟我说点主意哈 哎呀我去买点东西是 不可能空手去看它是 这下你还要堵车下班高峰 哎呀我敢买点叉子好了 经理 我有个现成的好办法 你就给他封一个大红包 约约红包 整他高兴 一百二啊 一千啊 有有有要不得要不得 太多了嘛 你给我再说说一言哈 那这样子嘛 只要这样子嘛 你就 就门楼地下这个水果市场 你先给他盛点水果 以后的礼物嘛 你再慢慢给他封起嘛 哎这个刚成外娃儿 做月子里的 天堡是吃不得水果 哦对的对的 我都懂得起的嘛 月泡是吃不得冷的嘛 哎呀经理小夫 这个你们俩就不懂了 现在啊正好是初秋世界 就是水果上市的最好的时候 就水果里头 还有大量的维生素和纤维素 对于采购来说啊 吃水果好得很 哦 但是呢要提醒他 不要吃太凉的水果 和注意不要困不吃就对了 哦对这样子啊 我赶快去吃哈 买地方啊 好我走了哦 哎呀要得 你买单哦经理 哎呀白啥子白哦 你字都没有钱啊 哎呀门子够完咯 哎呀我去追他追他 哎呀我去追他 哎呀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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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去